西瓜童子鸡 西瓜童子鸡是江苏名菜 制作这道菜所用的原料有童子鸡一只 西瓜童 油菜心香葱末少许 水发冬菇20克冬笋50克 调料有味精10克 少酒 葱姜适量 精盐10克 我们现在开始制作这道菜 把童子鸡去掉鸡爪尾端 然后整理干净 在鸡身上抹上盐 在鸡汤里装入葱段 姜片 这样腌制15分钟 冬笋 刻花切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把冬菇刻成圆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冬菇 锅上火 助水烧开 将腌好的鸡下锅 然后放入料酒 葱 姜 炒好后捞出 洗净放入汤碗中 把冬菇冬笋 也倒入锅中略烫一下 烫好后捞出 放入碗中 油菜心也要略烫一下 在碗中加入盐 味精 少酒 鸡汤 然后上笼蒸熟 然后上笼蒸熟 最后将蒸好的鸡 一同灌入西瓜中内 即可上桌 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用西瓜做成器 外形美观 鸡肉酥烂 西瓜清爽 味美汤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